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你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巴厘岛Major 也是在TI前的最后一个Major 对战的双方是AR对战EG小组赛BOR第二场 小组赛的第一天第二轮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这种 作为先搬先卷的一方呢 AR一上来是拿出了帕格纳 然后EG这边搬掉的美毒杀 看到对手这个帕格纳以后是连拿了沉默跟潮汐 肉眼可见的对手是要拿冷猫这个英雄的 那么选择用沉默加潮汐两个人来应对 而AR呢则是健壮还是 想了很长时间硬着头皮把这个冷猫拿出来了 拿出来的话其实对于EG这个阵容 那么AR是可以考虑拿一手潮汐的 如果没有这个沉默术式的话 军团加一个萨尔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有了这个沉默的话呢 最好就是拿一手杜姆 要不然这个潮汐猎人现在没人管 还是有点讨厌的好吧 拉比克 AR为了保护妹币的这个蓝猫呢 是连搬了三个克制蓝猫的英雄 敌法天怒帕克 对方这边拿出了一个拉比克 看看AR选择在三四手 我估计按照他们的习惯这两手应该是拿柴里斯和FI的英雄 先拿了一个白牛 白牛的话这个英雄 哦居然是先拿了楼的炼金术士啊 虽然炼金术士这个英雄我个人不太看好的 但是AR既然这么选择拿了 那咱们看一看他们对于这个英雄 是不是会有一些做出的一些套路 Five seconds remaining 速推的话 嗯 不会 不会 炼金这个英雄速推 一般炼金打的那种所谓的看着像速推的局 其实不是真正异常的速推 这是个五号位的白牛 感觉像是五号位白牛 然后四号位FI的帕格纳 但是FI的打法风格 他不是很适合去用帕格纳 一直跟着狼猫去当一个移动的补给战 这个并不是太习惯的一个打法 EG在第四种拿出了中单的实灵剑士 出散尸来限制一下 蓝猫 最后一首AR现在差的是一个三号位 大概率是三号位 当然查理斯我记得是有一首白牛的 我没记错的话 查理斯是有一首三号位白牛的 然后AR选择的最后一首先搬了一个TB 他们先要搬的就是这种非常扎实的 战装炮台型的C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10 seconds remaining Radiant T-Band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现在AR这边呢 在拿着完炼金以后 搬掉TB 对手是防了一个三号位 查理斯的维萨吉 在处理这种前中期作战 能力非常强的三号位 因为上一场比赛 AR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打法思路 基本上是特别标准 异常标准的一个四宝一 四宝一的战容体系的话 就要求你在2到5号位 这四个位置上的前中期作战能力 要求非常出色才行 上一场比赛AR不仅是 选出来了一套非常强的阵容 而且实战当中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一手AR选择搬掉的是 小哪加和TB 小哪加这个英雄现在是在顶肯局 胜利非常高的一个英雄 我估计可能会拿小鱼之类 我估计可能会拿小鱼之类 我估计可能会用 有可能会用这个 流浪 流浪剑客我觉得概率一般吧 我觉得可能小鱼人或者是 大胜还在 我看看 大胜还在 小鱼人或者大胜的概率高一点 就是对EG来说 最后一手AR拿出来的一个亚龙 这是一个非常谋求现优的英雄 谋求现优 然后在前期抱着去打的一个人 应该是三号位亚龙 中单的蓝猫 然后白牛交给五号位去用 四号位的帕格纳 四号位 其实FY我觉得他更适合用白牛一些 因为白牛这个英雄比较容易打肥 并且他并不需要去可以刷钱 他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打肥 最后一手EG拿出来的一个剑胜 剑胜用来去打亚龙和炼金 果然是FY的白牛 确实这场比赛从这两个英雄的 跟选手性格 或者说选手定位来讲 帕格纳也应该是交给天命的用 就会更好一点 然后让FY去用白牛这个点 最后一手剑胜 中单十零剑是三号位Vesper的潮汐 这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我跟大家说我无脑看好AR 对吧 这场比赛我仍然无脑看好AR 这场比赛无脑看好AR的原因是因为 这场比赛对方的阵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上一场比赛是极高的爆发 没输出 这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变成了一个极致的控制 没伤害 上一场比赛极致的爆发没有控制 说错了 极致的控制没有 极致的爆发没控制 这场比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说除了四宝 他说四宝一双核之类的是不是需要跟经济挂钩呢 经济好就是双核 经济不好就是四宝一 并不是是从他在比赛当中所做的事情来去做区分的 双核的话往往是三四五去打架 然后呢一二号位去刷钱 但上一场比赛呢 你看那个子猫他刷过钱吗 那子猫没刷过钱 再出毒龙吐口坛 剑称暴击吸血天赋 是不是就被玩爆了 是的 如果他在毒坛里面不出去的话 确实是 好 FI这里看看要不要 他好像现在没有 没边加一技能用来去逃跑 他可以选择加一技能来反冲一下 但是FI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弃了 选择一技先留点吧 先留点了 没有去浪费自己的技能点 那么帕格纳则是跑到对方的这块 拉了一个观察者 四方相识 看个楼的这个瓶子丢出去 直接把对方打掉 打掉对方不少血 天命这里被对方中 给了一个手雷 手里现在没有魔法 又一个手雷 我的天 FI表示你怎么回事 小老弟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让对面追死呢 而练金又是一个瓶子 直接扔到潮汐身上 潮汐让比赛面对练金下落 因为现在炼金的地精贪烂是免费的呀 免费的这个技能 不需要技能点 所以前期加个瓶子往对面脸上 一顿乱撑也是可以的 反应有这块小龙加一击被动 加一击被动 直接回到线上 不过查理斯 亚龙线上打个沉默加剑胜 一打二难度不大 好吧 难度不大 链接现在下路的这个正部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这块一个瓶子丢出去 楼这个地方也是 看你眼看你眼 两个人轮流看 肩胜里边上来给转了 提前吃好一颗树 手里有一个先灵火 白牛过来以后可以反杀了 可以反杀了 这个位置吃先灵火 反打 对 给一个 哎呦 漂亮 这FI的运气 这波运气是真的不错 查理斯这个位置 把对方往回带了以后 然后非常机智的 开始提前给输出 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对的 最后没有扛住 是因为现在的等级 和技能点 以及装备 还不足以支撑 他顶住对方 全部坚胜的 这个赚的伤害 但是呢 他的提前回头 开始给输出 配合白牛击杀 对方坚胜的 这个操作意识 都是非常到位的 可以说 所有的判断 都是很正确的 好吧 不知道看看 天命 天命 和一个肉怀能流 直接点出来 没有办法 这波确实没办法 这个流了一个瓶子 扔出去 自己往回撤一撤 现在亚龙身上 是已经有了一级的皮 有一级的皮 有一级的这个 发球以后 基本上上路这个线 就算是站住了 基本上就算是站住了 而且白牛马上 应该是也到二级 升到了有一级的冲 有一级冲 加上一级的这个毒 沉默术 谁家建设 是不可能打得过 这哥俩的 所以白牛 又是一个冲 撞一下 然后查理斯 给一个平 两下三下 白牛这根冲上来 点他 两个人点他 别走 这根本走没有用 就A他 对 让他跟那平 A死他 干得漂亮 勇猛无敌 对吧 勇猛无敌的查理斯 这波打掉对手的尖算 沉默术是 完成的击杀 完成完成了 对吧 我把你尖算给你拼废了 就完了 这边龙 直接一个瓶子 丢出去 天命的手里边 还剩一点血量 对方这块 想给口水 那么卡一个视角 再丢一个手榴弹过来 欺负一下 Vesper 这块被 看看这里 一个爆 一个平A 差一点点 没能够击杀成功 可惜了 这个真的可惜了 差一点 打比哥这块 举了一片白牛 白牛手里的冲友 CG撞好了 我回头撞死你 你小心点 不要 不要招惹这个白牛 练金现在下路 日子过得非常爽 虽然他的补刀是14刀 跟中单肯定比不了 但是问题是 中单的MayB也很爽 而且这场比赛 大家要知道 MayB这场比赛 是让着对手的 打了4分钟 他可以说是让着对手的 他一次自己的绝招都没放 这边一个爆 一个平A 直接完成击杀 nice 人都说天命拿到 那沉默术是 我跟人说 沉默术是这个 你说吸智力 沉默术是没加20技能啊 没加智慧之刃 没有吸智力 对吧 白牛冲过来以后 对方给上一个戳 拉比赛 能留 举一下 但是对方也没有技能 然后原地放一个残影 打一个超过 消耗一下对手 没有加4啊 大家不要 这什么减4加4的 沉默术是没加20技能 他吸不了智力 现在白牛留在中路 去吃一吃惊眼 狼猫回到家里面 去灌一下瓶子 恢复一下 状态有点残 亚龙现在上路 这个线已经站住了 而且他做了一个 携带 做了一个护腕 这种出装 就是标准的 不给坚胜活路的出装 就是你 随便你上来 你敢跟我对拼 咱们就拼 你敢拼 咱们就拼 反正我跟你一换一 无所谓 我一个破亚龙 我跟你坚胜一换一 我血转 这边坚胜的这个棒子 这个棒子 查理斯过来 一下把棒子点掉 对方给上一个技能 然后坚胜 这波给上技能 查理斯一张TP 白牛冲过来 撞一下坚胜 亚龙再回头 有没有一个被动 被他打回来呢 没有 那就你被击杀呗 对不对 这个坚胜居然还不走 还在这原地绕圈 FY上去 让他领略白牛的真谛 这边骗了一下 白牛的走位 对方直接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那他就回家了 这个坚胜 没有不及手段了 这个坚胜已经 棒子被打掉了 所以只能TP回家 那上路一波又是一个血转 那整体的团队经济 是1G领先 这个对于AR来说的话 算不上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比赛 毕竟有炼金术实 中路无解肥 下路有炼金 炼金没被压 但是团队经济是落后的 这个来说的话 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好 这里弱化能流 漂亮 弱化能流直接带走了 楼的炼金 炼金的经济 现在只排在 并列的第四位 并列第四位 蓝猫和肩上 以及潮汐 三个人 现在是并列第一 给蓝猫打一个 拉拉一下 再加上一个 滚 然后一个平A 完成对对方的击杀 发生甲 这个地方和白牛 较了一波劲 但是 你在这种地方 好像跟白牛较劲的 收益不是很高的样子 刚才下路 这里能不能击杀的 YS 剑胜过来 一个开转 天命应该是没了 天命这位 临死之间 爆了一下 电机术 因为还没有到六级 暂时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续航手段 白牛这个冲 冲过来 撞到对方的潮汐 然后这边 这个停车 打棒子 FY这块没有撞到 剑胜 就直接停车了 被对方 弱化能流 直接反杀 拉米哥一个局 潮汐 直接接大雨 行锤 砸晕 连续的控制 但还好 剑胜没有转 也没有大招 这拨并没有机会 去击杀 炼金术师 让炼金 活下来了 哎哟 这 让对方的 这个拉比克 捡了太多 这种人头了呀 这拉比克 完成一拨双杀 感觉这样比赛 打得有点难受了 开始 看看待会 蓝猫出来带节奏 再怎么样吧 蓝猫又回去 关屏了 又回去 回复了 在独龙的经济 排在本方的第一位 跟剑胜 并列全场第二 第一名是下路 五解肥的潮汐 潮汐打炼金术师 确实优势太过于明显了 这个没有办法 真的是过于明显的 一个优势的 而且潮汐这场比赛 先做的是一个允星锤 也是要偏向于 重发育的思路 塔里斯这边 不打算出假腿了 刚才她的预告篮 里边放点假腿 现在直接改主意了 我要出飞鞋 飞鞋都出了 出一个点金 很合理吧 对不对 看看这块直接凶一下 拉一个莲花出来 疗伤莲花出来 白牛再冲上路 再冲上路 这块白牛撞的是谁 撞的是兵线 好像看着 转转甲开车 开车找一下对手的亚龙 亚龙这个位置应该是没了 看看临死之间 能放个技能吗 来不及 一直被沉没了 这样吧 查理斯的节奏被断 蓝猫呢 在中路赶紧抓紧时间发育一下 练金术士则是在下路野区发育 这个时候 EG选择的思路是来 针对一下 你边最肥的点 拉比哥偷了一个白牛的冲 然后呢 他在冲中路的兵线 白牛在冲他 两个人赛跑去了 不过这场比赛 他们决定用亚龙来去限制对手 潮吸的这个想法 倒是很少在比赛里面去见的 这会儿拉比克又是冲了上路 看看撞的是谁 白牛又冲他了 举一下白牛往回扔 杂运对手拉比克 但是白牛直接给大了 超远距离的一个大招 潮吸大招慢了一点 没有救下来自己的队友 杂运 杂的是对手的亚龙 成功术士 给大剑身开转过来 带走了亚龙以后呢 看看蓝猫赶到战场 剑身无敌斩 这一波也怪力大功 虚无厉害自己以后并没有死 一个虚无再加上一个冲 一个蓝猫的技能秒掉对手 穿上点山山雷池 白牛现在和剑圣 以及沉没术士 全部被击杀 但是没必 山上仗着有一个护盾神符 在撑天战场根本不走 就在这儿一下一下平A你 而这波团战又打赢了 这波而且是很赚的一波啊 其实 虽然亚龙第一时间被对方带走了 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交了潮汐大招的团战 在十一分钟对方潮汐交大的情况下最终只打成了一个三换二 所以说这一波AR是雪转 而且他们交掉的是三四号位 而对手的一号位剑胜的节奏再一次被断掉 现在只有4500的经济 和亚龙并列 但是蓝猫和炼金已经是反超到了并列全场第一 那个蓝猫飞一下 白牛这边冲过来撞一下 穿上甲开车 这个穿上甲车的位置还凑合 蓝猫再往前追 打上一个才有两个平A 然后这个地方白牛大招 硬生生去把车顶回来了 牛车硬生生把对方的法拉伊给截住了 可以的呀 这个 跟个拉比特这里关一下 这边偷了一个亚龙大招 定一下 F5感觉要死 这波 看个拉比特过来救一下 六级 虚无输血 把F5救下来 天命自己这个位置应该是跑不掉了 但是成功的把F5救下来了 也可以 帕克纳蒂克 作为这个英雄的使命来说 这波是完成了 让拉比特偷了一个大招 这个确实有点难受 但是作为亚龙来说 亚龙也没有办法 因为亚龙他被拉比特偷的话 要么偷大招 要么偷有名巨敌 就这么俩技能能偷 而且这俩技能还都挺好使 炼金术是这段时间没有人管的 终于刷拾了自己的三千八 下一个装备 马上就能做出来飞耀了 团队经纪已经实现了一个反超 拉比特这个冲 冲的是下路的炼金 不过炼金这里并没有 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危险 停车了 藏的位置比较靠下 下路有三根头的技能 A仗技能吗 A仗技能挺要使的呀 这里一个豹 一个虚无 一个吸血 蓝猫给上一个拉 白牛在冲潮汐 对方的拉比克在冲蓝猫 这块长波术是给大 但是这里被打断了 他的这一个技能 没有摇出来雨清锤 蓝猫剩余的蓝量很少了 开车 还在秀 还秀这一波 想要去秀掉对手的输出 但是没有成功 那么被对方的穿上甲 完成了一波双杀 感谢一波观众大佬的头位 我们看一下这里 亚龙再吐一口 那么穿人甲 穿人甲 这个位置能走得掉吗 白牛的下一个冲 CD应该快好了 给个视野 没有 兜一圈 开始截杀他了 已经 三个人从三个方向包围过了 白牛这里一个冲 亚龙给上一个拥军剧毒 这边再加吸血 拿倒人头 nice 人头是13比16 这一波蓝猫想要去秀一下对手 结果 呃 被对方多给了一手控 这场比赛 其实蓝猫的生存空间是比较差的 对方控制太多了 真的是控制太多了 刷了半天赢剑胜500块 剑胜也在刷呀 留住对手的一个沉默数值 直接完成击杀 而且不光说肩胜在刷 还有就是现在炼金的低精贪婪 他给的额外金钱 毕竟并没有那么多 这时候已经有了灰耀 有灰耀之后 炼金的这个刷钱速度就起来了 肩胜手里面也拿到了自己的狂战 这点白牛冲过来 撞一下 狼猫在打第二波 沉默给了一个技能以后 就一个瓶子炸晕 两人 亚龙一炮技能 扔上去 这个穿山甲直接被秒 可以 炼金术是回奥的第一波 直接过来打团了 剑胜无敌展 一个虚无救下来快 剑胜飞走 剑胜这炉的展 被蓝猫的一个飞斗打断 沉默数是交大潮汐 由雨晶锤 掩护自己的队友后退 而这一波又是炼金术 是突然沙江出来 楼的这个参团时间好早啊 刚刚拿到一个回奥 就直接冲过来了 狼猫在接着往前追一下 被对方戳上了一个脚械 出了一个脚械以后 AR里边暂时不追了 不过说实话 AR的这个进攻节奏 是有点快的 AR这个队伍 他的这个节奏 在整个国内的比赛 或者国内的队伍里面 都是非常少有的一个 一个节奏点 国内没有哪个队伍 像他们这么快的 至少近期我们看 不管是老干爹的也好 还是星辰的也好 比赛节奏都没有这么快 稍微拿到一点优势以后 就开始疯狂的进攻 这边大招直接给吗 直接给 蓝猫飞过来 接上一个拉 没有 这里虚无雷加 不过直接被秒 把拉流给了 对方的拉底克 这个拉底克 也被蓝猫加查理斯 过来直接追死 瞬间又是一个四人到场 AR的这个四宝 一玩的是真坚决 天命 给没币输一波蓝 直接把蓝量输满 然后白牛已经提前冲过来找剑胜了 剑胜这里开一个转 然后选择一张TP 白牛被动 被动了 那不出没办法了 不出确实没办法了 上一波 这场比赛 其实和上一场比赛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EG这个阵容的缺陷 上一场比赛是真的没空 他定不住这手人 这场比赛是控制一大堆 结果没输出点 真的就是没有输出点 蓝猫在人群当中 经常是空了半天 打不死 白牛直接冲进人群里边以后 也是打不天打不死 老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沉默树 是跑到对方家的下路 包括大家现在看下路的 那个线上的一个眼 那都是沉默树 拿命换出来的两个眼 结果没用 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去抓人 炼金树甚至都没在自己家待着 他一直在上路 可以爆别的场次吗 别的场次的比赛随便爆 别的场次的比赛随便爆 看看这块白牛冲过来 蓝猫拉一下 击杀对方的沉默树势 连续的一顿乱飞 一直在低帮对手 潮心的大招和沉默的大招 结果对方一个技能都没放 这块FI想要去强行拼掉 这种沉默没有成功 哦 查理斯啊 有点可惜 看看蓝猫就飞过来 留住这个 成人留住对方的一个穿战甲 炼金树是自爆了 在前面 剑上无敌斩 完了 这炼金有点尴尬 被沉默树式的一个大招给坑了 让蓝猫手里的来量还有一些 再往前打一打 亚龙在正面那场 潮心手里的大招现在还没有放 所以蓝猫先飞远一点 再接着往前追一追 查理斯过来把对方的眼排一下 蓝猫手里面一直中着对手的沉默 没帮我前飞对方套上一个莲花 再给输一波蓝 这波有点尴尬了 这波真的是有点尴尬了 不过还好 不过在现在对于老根爹来说 整体这个局面的话还好 团队的经济优势当然是很大 炼金虽然节奏被断了一波 但是好在所有的大哥位都很有钱 老根爹1比1 是吧 老根爹输给了这个队伍 讲道理 这个对于老根爹来说 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B组的强队有点多的 他们所在的这个B组 强队的数量要比A组那边 明显的是要多一些 B组这边GG在B组 然后QE在B组 9Panus在B组 BB也在B组 包括现在表现不错的AR 然后还有EG 这些队伍都在B组 老根爹一上来 先跟Nons打一个1比1平 那你后边遇见强队 就是咋办呀 肩胜能秒吗 没秒掉 给光皮包救一下 没有反野 白牛大招 定估对手的沉默 杀一个沉默也行 对手给一个莲花 帮着驱一下 再打一个平A完成击杀 看看川甲开车 这个开车很聪明 直接跳上去 把这个蓝猫往回撞一下 但是他也撞不到 这个蓝猫了 在斗一圈回来以后呢 蓝猫直接飞回高台 这里一个戳 但是炼金的瓶子上来了 白牛肉是一个冲 直接带走 我AR这个团战打得真流畅 这个团战打得真的是流畅 而且楼这个选手 他的参团的主动性 有点强 他参团的意愿很强 参团的主动性 我太强了 还有大家在后面帮蓝猫输一波蓝 等下一个CD好了以后呢 可以再给蓝猫把蓝输吧 他出手楼的好友 还是西罗的 有西罗的好友 现在上的经济是个隐患啊 蓝猫跟剑胜两个人又是留住了 蓝猫跟这个白牛两个人留住这件 哦 引刀 白牛大招断掉 漂亮 这边两个人拉开了以后 正好是在白牛身上 白牛一个引刀一开 剑胜无敌斩一断 出来以后大招留住 蓝猫又是一顿输出 蓝猫再拿一个对方剑胜的人头 白牛开始引刀过来 撞了一下对方的穿上甲 再等队友 看他们这一大招给上 然后呢 白牛朝里边现在是没有大招 对方也是果断的开启一个大招溜 练剑胜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强席 这边的货席 好 daiar's top tower is gone stupendous invisibility 这白牛又是过来冲一下大招给出来 强杀对方沉默 nice 假如沉默以后蓝猫可以随便的追了 这刀就算是曹西过来也没用 伤害不够了 曹西这个大招不放还好 他这个大招放了的话 这个团战就特别不用打了 帕哥纳过来 再给没臂输一波蓝 直接把这个蓝给他输满 输了差不多四分之三 那么练金现在是跳刀BKB 加上辉药带盾强袭 马上出 这块一个瓶子直接冰出去 然后把对方的重力打摸两下 肉山盾在手里面 所以并不是很虚 这里直接吐一口酸物 靠着灰奥的AOE把兵线清掉 过来找自己的队友汇合一下 他说古法给队友输篮会削弱吗 没必要 没必要去 因为刚刚才加强 马上削弱岂不是随便 白牛定住 大招顶回来 然后开启二技能 瓶子扔上去 这边再接着追一下 对方这里学长还奶了一口 有一个没本 连金术士大招开起来以后 坚称的无敌斩 哥几个帮他分摊一下 但是这个白牛还是没有顶住 连金术士转身 瓶子攒起来 看一下往我哪扔 随便找一个人扔就行 这个现在可以对BKB的没用 蓝猫过来给技能 潮汐给大沉默给大反杀蓝猫 一顿技能可以 这个起火做的相当完美 亚龙赶到正面这场 支援一下 楼这里队友开始给他输血 接着往上顶 顶上去后白牛又来了 白牛来了又是一个抽 定住对方的实力见识 实力见识手里面 只有一个戳的 拉比克举起来 砸晕剩余三个人 穿上甲一个戳 直接戳回去 楼的肉山盾还有四十多秒 这个时候对方一直很克制 不想让你这个肉山盾起作用 白牛又是一个抽 冲到对手四个人身上 卡里斯队友帮着输一下血 楼再一个瓶子扔出去 对方的拉比克一直在搞事情 但是又确实一直够不到他 白牛看一下 给自己的队友创造出来一个机会 能不能直接送走对方的这个穿山甲 胖死他 这个穿山甲剩一丝 一个平位 天命的帕格达拿到这个人头 楼的这个链金术是真挺啊 这个链金 这个链金想在这块送塔 想送盾 利用这个防御塔把他盾打掉 这个盾还有九秒钟 可以送盾成功 站起来以后有大 阿格纳在后面再给查理斯数一波血 蓝猫这一种团战 虽然是被对手给击杀掉了 但是为了杀这个蓝猫 他对方成本很高 又是潮汐大 又是沉默大 又是所有人的爆发 第一轮全都给到了蓝猫身上 打完了以后 直接导致一个残血的链金术 就是在脸上跳舞 白牛的A杖也快出了 你看这个就是FY用白牛的好处 FY这个选手 他对于地图上的资源 有非常优秀的一个嗅觉 哎 Maybe这个地方过来 都是没看见那个智慧神符 他没看见那个智慧神符应该是 这蓝猫飞了一个超远距离 他也和白牛过来 直接找到对方的沉默 他莫飞了以后 天命直接站在原地 帮着梅币输一波蓝 但凡有个买活 你看超哥来不来吧 有买活他肯定来啊这波 这波我估计 那就是上一波 应该不是没看见这个东西 应该是看见了 故意留着 故意留到了这一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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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是被对手一套技能 蓝猫身上还是没有出PKB 下一招没做PKB 再来跑一下看看潮汐再给一个大还是被击杀 而且蓝猫跟蓝猫跟白九两人同时被秒 看看帕克纳插了一个高地的棒子 练金树这边掉线了 这些人按暂停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小失误 同时在这边练金树是掉线了 就在正面战场不远的位置 现在正面战场是一个三打五 但是呢 这个三打五 他还真不是打不过 还不是打不过 VB这个不爱出PKB这个事 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当时也已经习惯了 以前看他比赛的时候 还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会说一说 现在已经习惯了 但这边帕克纳抱一下 连接处是应该不打了 毒龙离得太远了 这边如果毒龙就在边上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帮忙碰了 这把不出BKB可不太行 这把得出 这把的BKB必须要出的 监胜是不是不好处理了 监胜还好 这主要问题在于 他们的BKB出的有点晚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比较影响大的 也就是沉默术这个大招 只要有了BKB 然后对手出个莲花什么的 不抵掉沉默 不用害怕沉默的大招 他们这个团就好打多了 蓝猫下一个BKB的正在出 看看这波开悟对峙 这个开悟看见潮汐的位置 连接术直接挺上去 然后剑胜直接给无敌展了 这边顺风斩 不是无敌展 这边无敌展展连接 这边潮汐一个技能 楼这波第一时间没有死 沉默术给大 穿着甲开车 这里剪甲还没死 救下来了 对方所有的技能用光 有没有机会反打 连接一个瓶子挣上去 对方的剑胜开始过来 转查理斯 查理斯这边被转倒是不怎么掉血 但是剑胜还在一直追 有点没办法 连接术是开始输出 对方对方就给拉比特 偷了一个输血 蓝猫飞过来再杀这个拉比特 没有杀掉又被沉没了 这个地方又被沉没了 给上一高速诅咒 没必想飞走 没有成功 又是被沉没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 亚龙跟蓝猫两个人 双中被带走 这里再被留住一个帕格纳 哎呦 这一波损失有点惨重了 对方打完了以后 可以打盾主要是 如果只团战输了的话还好 但是主要是对方可以打盾了 陶西这边出了一个 A帐加上魔精 巨浪 A帐巨浪再加上深海处须 魔精深海处须 蓝猫没有BKB 跑过来接这波团 他们开这个团 我觉得还是有点 呃 这还是有点不太慎重啊 真的是有点慎重 不太慎重 这个不是不出BKB 你们这些喷的不出BKB的人 你们看一下 他的欲够哪 他的这个BKB是再出的 他只是啊 现在还钱还不够 他出BKB 习惯性出的晚 MAYB这个选手 他就是习惯性晚出BKB的 尤其是用蓝猫这种英雄 他不像有的那种职业选手 拿蓝猫这种英雄 一看那边控制多 沉默多 第一件装备 恨不得连这个双刀都不足 假腿加一个 巫师之院 出个会光 就开始直接做BKB了 开人尖胜 过来开转 炼金数师直接开大 白牛一个重铺撞一下 尖胜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驯风斩 穿一下开车 亚龙的大招给到了剑城身上 这个时候先秒对方后排拉比克 这个搞实际的拉比克杀了是对的 炼金数师疯狂输出对方的炼金 潮汐大招跟沉默大招又是两个人同时开 但是你们这一波技能就是白给了 那这样带走潮汐 带走剑城第一条命 切死你的炼金数师 站起来一个剑兽无敌斩 一斩 今天能斩死一个算你赢 驯风斩加无敌斩又怎么样 出来以后就是一门合击 晕锤触发一下 打断你的转甲TB 直接完成一波团灭 蓝猫完成一波双杀 现在打完这波团战以后 人都出来到了29比26 零换4加上一个盾 而且吃掉了你的潮汐大 吃掉了你的沉默大 这倒还是在 蓝猫仍然没有拿到自己BKB的一波团 蓝猫这波终于打完了以后 拿到了自己的BKB 剩余的买活还差650 炼金数是疯狂输出对面的炼金 对啊 对面是炼金 炼金剑是吗 对不对 炼金在前面顶住了对方所有的输出 沉默术士的大招和潮汐的大招并没有能够针对成功这个蓝猫 他们想去秒炼金 但是炼金身上是灰药加强席 而且他带了一个正义之斧 这个玩意儿你把它晕住以后 它加护甲的 这个玩意儿加20点护甲 你把你潮汐把这个电筋晕住了以后 它加20点护甲 你怎么杀它呀 正义之斧这个道具属性很离谱的 宽甲这个车提前开出来了 提前开出来的话 登陆高地这边已经拆完了 拆完了我就走 对面对面太不理解太不了解正义之斧 这个道具有多厉害 这个道具说实话 这个道具说实话 他之前刚出来还被连续的加强 就是我完全看不懂的 而且把它被悬晕时提供的这个护甲 还在加强 我就更不理解了 这个道具我记得之前是15点护甲 好像是从15倍加到了20 15点护甲就已经很离谱了 被悬晕的时候 一个强席才加15 你这个破玩意儿被晕的时候 加20点护甲 你这输出咋打呀 大家说你好 巴厘岛major是正在吗 TI前最后的major吗 能否捡下背景 就是正在 正在 TI之前 这是今年的这一个赛季 这一个TI赛季的最后一个major 这个major结束以后 应该后面还会有一个 好像还有个石油杯 土豪杯 利亚德大师赛 那白牛的经纪12007 12007 身上是引刀A帐下一个装备做BKB 下面写引刀A帐 19级 土豪杯有版权吗 土豪杯还不知道 土豪杯还不知道他的版权卖给谁 希望土豪杯能像TI一样不卖版权 B站有利亚德大师赛的版权 确定了是吧 那行了 那到时候利亚德大师赛 就可以他的石在B站播了 那这雪魔打架的人怎么打 雪魔打炸弹人需要什么技巧吗 不需要什么技巧呀 这边直接过来 沉默树是永恒之盘被打出来以后连接顺往上追 留住秒掉 50秒 但是这个沉默树是被秒 对于老根 对于AR来说 他们不会轻易的去进攻 因为沉默树是可以买活放大 这个东西你挡不住 所以应该还是会相对慎重一点 连接树这边已经更新出来了一个敏捷跳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应该是MKB了 MKB加魔精 他说你觉得刀打过后的玩法会不会有神装之类的东西就一个装备要一两万才能买的东西 他出五阶装备的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实际上五阶装备的属性给定的那么变态 他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在这个把不要把游戏的时间拖到更长了 很明显真的很明显 就五阶装备给的属性的数值那么离谱 就是这个目的 他再给你拖个一两万的装备出来的话 大家更有理由去拖着不进攻了 应该不会出没有必要 练金养为什么不养A 这是个大哥练金啊 大哥练金自己装备自己满装之前没有道理养A啊 我从拖着点击 啊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在骗技能 蓝猫飞上来想骗对方的沉默大 结果没骗出来 没骗出来 链金往上顶一下 大招开起来 转身开始输出这个潮汐 亚龙有没有吐 白牛直接冲了一下后排 还在骗对手 沉默的大招和潮汐的大 对方就是不放 这块亚龙开始毒 这个坚兽 这个坚兽有点难受 这个坚兽放了一个驯风斩 潮汐的大招忍不住了 查理斯开出来BKB 想秒链金 输出不够 输出不够 他们这回尴尬了 坚兽所有的输出打完了 链金术士就跟你硬刚了 平时扔出去 然后留住这个坚兽 白牛的冲 白牛买活 从家冲坚兽 坚兽已经被打死了 天命这块被对方的潮汐跳过来 一个毛鸡直接送走 白牛看见了树里里边的人 直接撞过来 一个大招定住 但是蓝猫没有蓝 蓝猫飞不走 可以击杀到对方的潮汐 不过蓝猫被击杀了 看看亚龙过来以后 对方潘娜触发了一个永恒之盘 白牛的冲稍微乱了一丁点 没有来得及点到对方的身上 穿战甲在另外一侧 一个戳被虚无了一下 手里面有TP 但是连金术士的瓶子 马上扔出去 下一个戳 CD已经赚好 亚龙上来给输出 留住对手 中单的十零剑士完成击杀 这波团战是蓝猫加帕格纳加白牛 加双将楼的买活 换了对方四个人 对方这四个人都有买活 但是对方不买 对方不买 把这个肉杉盾送给AR了 对方觉得买活了也打不过 可能买活了以后 没有沉默大 没有潮汐的大招 对方的蓝猫 这个时候大概率也是用买活的 所以选择是 把这个东西送给对面 A杖给到亚龙 亚龙吃了A杖以后呢 极恶俯冲 这个玩意儿 可是有点厉害的 极恶俯冲这个技能看起来很蠢 但其实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脚械 他有一个四秒的脚械 五百范围内四秒敌人的脚械 再加上一千两百范围内的敌人 被染上这个捕食皮肤的酸液 所以亚龙的这个A杖 他的实际效果比你 比咱们目测的效果要更强一点点 他说炼金拿了肉杉的A杖 是可以丢一个 丢给一个队友 炼金拿了肉杉的A杖 他还是只能让队友去吃 现在炼金术士的经济三万六千块 对方有一个三万的剑胜 然后本方还有一个刚刚吃完了肉杉 A两万九千块经济的名家龙 上上也已经有了MKB 加上大推推 加上林也成功 亚龙的这个攻击射程起来了 想想强秒 你们居然把技能给到一个白牛身上 疯了吗这不是 看看潮汐给大蓝猫 直接开启BKB 沉没给大招 传人家开着车溜达了一圈 但是潮汐直接被带走 连金术士开始在人群里面输出 剑胜一个驯风斩 挪了压自己的身位 又是一个对方披荒 白牛又来了 这边白牛好像被断了一下 影响不大 四人围剿 大晕锤流出剑胜 剑胜里边放了一个正版的无敌展 但是对方要么砍不着 要么砍不死 白牛又是一个冲直接过来 带走对方的剑胜 然后再接着往前追 留住潮汐 潮汐上一波买活的 这波没有买活了 什么处理也被击杀到了以后 穿人家买活来到正面战场 蓝猫飞上高地 留住对手白牛又是一个冲 撞被敌人拉里克完成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双方的团队精进 已经拉开了四万多的差距 楼的炼金术士 直接冲到对方下路的高地过来 开始拆建住我 EG三人买活 但是没有沉没大招 没有潮汐 没有无敌斩的剑胜 你又能做多少事情呢 看看白牛再次冲上来 撞一下对手的尖胜 过来以后 队友哥几个 再去拆对方的第三路 上路的这个高地 看看准备怎么拆 炼金术士的大招 ZD还差一点点 肉山盾还有两分钟 这个大招开起来 尖胜直接一个旋风转 展上来 强了亚龙 他们看出来了 亚龙好杀 但是杀完亚龙之后呢 蓝猫没有人管 炼金术士根本打不死 白牛的下一个冲 马上就来 直接冲过来 撞一下你的肩上 肩上这块身为的血量 非常的低 蓝猫开起了BKB 接着给出出 沉没术士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白牛的下一个冲 CD应该已经赚好了 炼金术士交掉大招 以后看一下白牛 要上来帮帮 还是放了 这边炼金术士起身 直接一个跳刀 BKBTP 但是被晕出来打晕了 没有能够跑掉 炼金术士 这里再摇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马上炸出来 没有能够炸到对手的身上 还是被打死了 这样的话 第三路没有能够拆掉 拆掉了对方的上路高地塔 但是近战兵营和远程兵营都还在 这波没有能够打掉 没有能够打过 不过问题不大 这波虽然没打过 但是没办 对方看出来 这个亚龙好啥了 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一个能杀得动的人 以上呢 先把亚龙给秒了 坚胜有撒旦吗 没有坚胜的那个 二十级右侧 百分之五十的一个 剑武吸血 加上魔精的剑士风暴的转 这个东西 非常能吸 后期 中后期 现在神装的剑胜就是很肉的 他特别肉 蓝猫直接飞出来 飞歪了 飞歪了这个剑胜 这个蓝猫 没能清掉这波兵线 开个塔房 拿塔房清 拿塔房清一下 现在连金术士还有二十秒 帕格纳还有十几秒 中路的高地塔 马上拆掉 拆掉了以后呢 又可以刷新一个塔房 蓝猫出来 把这个兵线给它飞为 把兵线清了 清掉兵线以后 可以再开一个塔房 拖一拖 连金术士马上活 EG这边选择撤退了 A.R又是一波死人开悟 买活方面来看的话呢 由于链金刚才是没有交买 现在蓝猫和链金两个人都是有买活的 亚龙没留 亚龙把所有的钱都转化成了战斗力 而且他刚才在中立装备那边换了一个质面 想了想又换回这个 链铛长宫了 现在剑圣战撸这么猛啊 剑圣的战撸其实一直都很猛 剑圣的唯一缺点是 他撸 他A不到人 他就站不住 现在的剑武吸血 确实给剑圣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 比以前要 要多一点点 这个战装瓶A的能力 4万的经济领先优势 链金的装备 看一下蓝猫手里边 蓝猫是自己买的一个A帐啊 这个链金数是有多少钱 链金现在有7000多块钱 有3300的买活剩余 大格纳的A帐倒确实是意义不大 那其实这个A帐可以考虑养给蓝猫 可以养给蓝猫一个A 然后这样让蓝猫出个别的 蓝猫可以考虑出个刷新自己 这对的 我现在看到蓝猫的 是什么 白牛出了一个大风仗 然后再去补BKB 过杨刀就完事了 出杨刀不行 他这场比赛出杨刀的收益远不及出刷新 因为他真的很需要那两个BKB 你杨刀飞上去 杨一个人 对面沉默给一个大 然后潮汐那边也有大招 也还是很危险 发现两个BKB也会好好中 感受困了 肯定的呀 我早日六点不到就行了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等盾 不是在等五阶装备 他在等盾 等一个盾是很合理的 好吧 这个时候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游戏时间五十三分钟 对方的阵容 对方的这个阵容控制很足 肩上的输出也成长起来的情况下 等一个盾 这个东西很合理 虽然你的全队 都不错 但是输出点毕竟是固定的 你的帕格纳再有钱 他也不会成为输出点 白牛再有钱也不会成为输出点 你的输出点是固定的 只要对方的经济和装备 足够去击杀掉你的这个 主力的输出点位的话 那么你等一个盾 在握着足够大的经济优势的前提下 等一个盾 这个选择就是合理 蓝猫这边还是换了羊刀 吃了一张以后换了羊刀 拿羊刀的话就 哦他身上带了个这个 那就无所谓了 风暴宝气 直接练金上来打一波 穿甲直接开车过来撞 练金术士全然带肉 他断了猫背后排羊刀 承拨术士给大了 猫秒开自己的BKB 但是还是被沉默的状态 一个BKB开倒了 被地方承拨打住 然后朝西上来一个大招 刷新第二个大招 那老猫被秒了 练金术士要交盾 这个时候肉承盾交 蓝猫买活 直接飞前召战 踢到前召战这个地方 哎白牛被打晕了 一个羊刀羊一下 漂亮了 猫飞过来以后被帮助建设 选择了买活 给你看一下大风杖 救一下自己 然后蓝猫留住对手的成功数字 成功数字被打死后 直接选择了买活 然后这块瓶子扔出去 并没有自爆 亚龙疯狂输出 填满毒 直接带出对方 建成第二条命 然后蓝猫再一次飞上来 留住对方的 留住对方的拉里克 把他击杀 拉里克买活 回来以后 这个时候有薄金的蓝猫 再疯狂的给自己 去队友去加这个三技能 疯狂的给自己的 加队友加超不合 那么拆掉对手的 超过高低之后 跟几个霍兰再拆一地 赶紧冲上个狼猫 拉两个 留住对手的沉破 沉破是一海红的 亚龙再突击一口 完成一个击杀 亚龙在后边疯狂 速度查理斯这样 比赛打赏 一个亚龙居然一波团战 把自己打空蓝了 我的天哪 这亚龙一波团战 最后把自己打空蓝了 可太厉害了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伴随着极敌爆炸 本场比赛结束 也是恭喜AR2比0 战胜了EG战队 拿到了宝贵的两分 在B组这个分组来说 由于抢队太多了 那真的是 每一分都不能放过 能抢一定要抢 好了我是桑国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说曾经有的频道 咱们稍是休息 一会带来的是第三轮的比赛 咱们下场比赛见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